因為其實雖然這角色都被砍過 包括阿祈爾也是 但是我覺得都砍得不夠大刀 都還是可以在直接賽場上見到的 拉布朗姆也被封掉以後 最近這個位置是把柔衣給按掉了 畢竟柔衣我們已經看到很多 你紅方不... 你紅方不封 然後... 你紅方不BAN的話 藍方直接搶 你就算拿馬爾澤哈出來 Incounter也沒有用 雖然前面可以用蟲 打那個沉睡風雨 但後期的話 他躲在那個... 戰爭迷霧裡面 丟出沉睡風雨的話 你實在很難防 對 很容易一睡就死了 對 而且即使FOVO他自己已經證明過 他是一個頂級的柔衣玩家 但是他也不願意冒這個風險 在8.3版本裡面的話 讓Candy去玩到這隻角色 因為其實Candy自己也有使用的紀錄 然後表現的話也還算是在水準之上 沒錯 看到後續的第三個封鎖 凱特琳跟叉雅 兩邊的話都是在第三邊 選擇把AD給按掉 這邊... 我覺得... 我覺得史瓦你還不錯耶 因為其實史瓦你在這個版本是... 就是兩邊... 就講坦性來講 因為前面神器才也提到過 兩邊Jungle都是愛玩坦性的角色 那這邊布朗姆被BAN掉 我就可以直接拿一個10瓦你出來 當作一個穩定的前排 對 但是並沒有這樣子選擇 而是... 把雷茲先搶下來 雷茲的話是Candy在這一個賽季 玩最多的一隻英雄嘛 玩最多的 對 所以掌握度可能也比較高一點 後續的話是選擇 直接在第一個Picker 就把Candy的雷茲給拿下 但相對應的 JT也二話不說 Fofo拿出來的是蛇女 可以好好的去壓制雷茲的發育 我覺得Candy已經證明過 他在打麻吉的時候也拿過雷茲 面對到... 而且是蛇王 對 蛇王 APEX的蛇女也是... 雖然當然前期沒有吃到什麼甜頭啦 不過後期的團戰 他發揮得真的非常好 甚至那個秀是有讓他上... 我記得那一週的TOP PLAY 我覺得那個... 雷茲也是... Fofo這邊有考慮到 他是否能用蛇女來打穿他 對 挺過了蛇王 就即使對方是... 可能目前LMS頂級的... 成第一名第二名的中路POP 也沒有在怕的 對 好不好 那看到的話 接下來... 兩邊都是選擇了打野的位置 札克跟喜加娜 就蝦子都在第二個Picker裡面登場了 這樣的話 其實GRACE前面的主動性會還蠻高的 也可以稍微減弱一點... 蛇女前期的威脅啦 因為畢竟... 蛇女前期的威脅 可以讓你的雷茲完全跑不了線 你只要一出現遇到蛇女 可能會直接被他打殘或打回家 然後這邊如果遇到石加娜的話 至少還可以cover到 六等之後 因為蛇女還沒有頭戴 我覺得被拉會一定死 對 而且我覺得雷茲加上蝦子 這個組合也很噁心 就是直接開個大絕 把蝦子送到對方家裡... 送到對方陣型之中 拉一隻主要的carry點會出來邊打的話 我想... 接近這邊也會還蠻難防這個combo的 因為其實蝦子... 最大問題還是怕被風箏啦 對 被風箏 因為對方... 我們之前看過蝦子的比賽 他還沒接近到自己放carry 就已經被打殘或甚至打死了 那如果多了雷茲的大絕combo的話 可能會真的比較好進場 來 看到了第三個peak 包含到貪肯騎這個位置 先鎖了下來 在布朗姆被封掉以後 這隻輔助英雄其實是非常熱門的 被鎖下以後 第三個peak J-Team第一階段最後的話 是選擇了炮娘 先把AD搶了下來 那相對應的 在第四ban 第五ban 可以繼續針對Stitch的角色時 做一些封鎖 這邊克里斯法還開著喔 吉英克斯這種大後期carry已經Ban掉 因為史迪騎之前的話 他們... 像法洛斯之類的 因為其實現在看起來的話 法洛斯可能剩下一個 前幾比較能扛的角色 但史迪騎之前拿過法洛斯的 反而是輸的 算蠻多的 因為可能跟這... 他們體系不一樣 因為GS跟以前是RG嘛 他們非常喜歡打後期陣容 拿到法洛斯的話 反而前幾比較難做事 看到封鎖掉的角色 這邊很有趣的是把娜爾給按掉 因為剛剛分析台就已經有提到過 而且其實 PK跟REST的兩位都是玩娜爾 玩得非常非常好的上路選手 所以這個位置的話 第一次他們在第四邊 第四選的話 是可以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但是還是先把娜爾給按掉了 我覺得就是要把 唯一可以先亮的娜爾按掉 然後可能要把第五個上路 壓在第五旋 做一個counterpeak的感覺 不過他直接拿了2 雖然還不確定是上路還是補助 但是直接先亮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因為畢竟8.3是出場率 明顯少了很多啦 但還是有的隊伍會選擇先選 對 因為其實... 就我們過往的比賽紀錄來看 PK跟REST的兩位選手的話 玩得最多的角色 一樣 就是這兩隻 娜爾跟鱷爾 那現在娜爾被封掉以後 JT先拿下了鱷爾 然後有一個錯位的效果 看一下第五選的話 會針對對方的雙武有所應變 還是就直接把鱷爾擺到上路去喔 其實我以為他那個娜爾的ban 會變成克里斯塔耶 因為其實看起來 離起以前的克里斯塔 我還記得他出征版 在LX出征版就是拿克里斯塔 我記得拿了三面傷還是四面傷 就是表現非常非常好 我以為他會把克里斯塔ban掉 然後逼他一定要選法路 是 不過這邊當上學到的克里斯塔 有可能對線就不會 炮娘就不會起到太多的 壓線效果 對 其實我想跟波波尼姨老師是一樣的 就因為其實 他們已經有一個超級神的 寶牌輔助 就是坎肯齊 即使什麼人被控 都可以直接吃到肚子面往後拉開 但是 現在你讓他又選了一個 可以包輔助非常非常強的AE 那你就變成等一下JT 你要針對哪個點位去開戰 都不太對 因為你控到的其他人 坎肯齊可以吃掉 那如果你針對輔助 坎肯齊去做壓制的話 又可以一個命運呼喚 把他給救回來 對 這邊其實 可能也是有他的考量 畢竟他們可能會想要 針對像是 也可以針對坎肯齊來殺啦 就是把扎克硬來跳 然後蛇女把線洗掉之後 瑞斯就算在對方面前傳送 我覺得也會比卡蜜爾還有用 只要在6點之後 他們那一波combo 再向聖的大絕保護 我覺得是可以 直接把坎肯齊帶掉 然後拔掉下手塔 然後再去轉角龍 甚至拿到一個轉線的主動拳 那這場比賽 我們看到的是PK的卡蜜爾 而在JT這邊的Last Pick 是選擇把輔助位擺出來的是聖 而把二人擺到上路去 PK的卡蜜爾的話 這一出場 其實它是 這一個賽季 它第一次拿出像是 菲歐拉卡蜜爾這種 邊線可以直接帶到底的角色 因為之前的話它玩的包含到 惡爾 納爾 吸血鬼 跟賽恩 它還沒有拿過這種 真的就是 邊線無敵鬥士 推到底的這種角色 對 我覺得終於拿出來了 因為畢竟它 前期分析台又 前面分析台也有提到過 其實它為了 讓他們的雙C 雙C位發揮得比較好 所以會稍微犧牲掉它的發揮 那這場已經不演了 他們就是拿 前期乃農的雷茲 加上前期打線最穩的克里斯塔 然後讓 其實它把經濟堆到上面 對 而且其實是前中期的話 要帶風向 也有著克里斯塔 也有著蝎子 可以在前期的話 讓JS有一些 打出破口的機會 其實我還滿 開心 就是難得看到 LS兩隊都選出前期 有內容可以打的陣容 因為以前都會 大家很喜歡玩大後期保險陣 因為大家可能前期不喜歡打太極競 怕可能 什麼選什麼嘉文 沒什麼作用之類的 不過現在的話 看起來兩邊選出來的陣容 前期都還滿 我還記得上禮拜 我們播的比賽 有一場不是 就是陣容選完以後 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先去泡個泡麵 討論一下晚餐吃什麼 因為那個陣容看起來 好像很快就會 要打很久的樣子 對 不過看起來那個陣容 好像下塔 下一塔就出現 就出現ACE了 就五個人死光光 0.5 0.5 就那一波的話 我記得 可是也拖到了18分鐘 才發生那件事情 對 但很高興 今天的比賽 兩支強隊碰撞 同時間又選出了 可能會在前期 有激烈碰撞的一些陣容來 但也必須說 G-Rex前期還是比較被動一點 畢竟卡蜜兒需要兩件套 那雷茲的話 也需要她的第一個 至少是水滴 加深淵面具 加深淵面具出來 才有辦法跟蛇女抗粉 所以我覺得 G-Rex要熬到那個時候 才有辦法跟J-PING 可能搶奪第一條手龍 或者是跟他們打一個下路的碰撞 對 而且其實 我覺得G-Rex這邊 他們的 打野選手的替換 從貝貝這邊的話 又換成了之前 祭出了MT的話 對 主要的話也是 剛剛分析台有講到 可能要改走 以前自己最擅長的那種 前期控圖 不要翻碰撞 穩穩農 打到後面的大團 但他又選了一隻蝎子 所以我還蠻好奇 今天的話 MT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對 因為畢竟蝎子的話 六等的時候是最強的 有可能 就很像Jungleway的馬爾扎哈 六等動 他可以用大絕做事 但當對方的水銀 是在都出的齊全的時候 你的影響力 都會下降 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實他的精華 其實可能到 10分鐘到 25分鐘之前 他必須要做過多的事情 幫隊伍帶夠 過多的風向 對 我覺得也可以提供一個數據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 在打野位置的話 貝貝他的擊殺參與率 81.1% 其實是非常高 高居LM所有選手 前三名 所以等於是G-Rex這邊的話 很多很多進攻的發起點 在貝貝有上的時候 就以他為核心 直接去開戰 然後拿人頭之類的 但換上Emity以後 要來看一下 G-Rex會怎麼樣去 改變他們的一些 開戰的選擇 對 他這場可能 我覺得 G-Rex因為陣容來說 可能會被迫打得 比較防守位一點 因為畢竟蝎子 你只要去中路Gank 你一個處理不好的話 你可能 很有可能被蛇女一繡二給繡掉 或者是扎克 只要在適時的地方蹲點 我覺得 二達克 前期蛇女是一定會比較有優勢的 所以Emity的C-S真的要小心前期的 眼位啊 或者是他打野的動向 等等 其實我還蠻好奇 就是聊完了G-Rex這邊 聊到J-Team這裡 就是哈娜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蔡胖這個選手的話 他其實 之前打AD的時候 就一直以他的操作為著稱 然後就是他操作非常非常精美 非常好 但是他現在在J-Team的話 普遍玩的角色都是偏向於探星 然後就是可以犯比較多錯的一些英雄 就我還蠻期待可以看到他玩一些就是在前期 可以靠著操作 擴大一些優勢的角色 像是李鑫啊 或者是像是卡麗絲之類的英雄 但到目前為止比較少看到 蠻可惜 但我 我只能說畢竟 那個時候也跟Zo的聊過啦 我跟他聊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說 蔡胖AD玩得這麼秀 他玩Jungle怎麼會玩得這麼保守 他說沒辦法 Jungle就是他的第二順位的 就第二man啦 所以就真的 他不能 像大家打AD這麼有把握 玩一些前期的風向雪球角 就像你如果去打中路的話 也會打得比較保守對不對 拉克賽後面丟丟QE啊 洗個冰啊 站在最安全的地方不想要犯錯 也不完全刺客的角色對不對 但其實說真的 哈娜也沒有躺著啦 他該做的眼位還是會有 當然 我之前記得好像跟Zo老師 有一起看到有一場是他 沒有做到下面紅方的一個 好像是 我記得他封門的那個眼位嘛 就是對方直接進到紅方裡面 把4-4給殺掉 我覺得這個失誤是 那一場導射有點大 除此之外的話 他眼位其實就下得還不錯 那也可以再提到是 這場比賽 AD點位的對決 我想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因為包含到 小V剛剛分析台也有講到 JV有提到過 他越打越好了 慢慢的話越來越回穩了 但是面對到對方是 可能現在AD 你會想到LMS最強AD 絕對可以有排到他的Stitch 到底這個對決下落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效力 但 光看兩邊的組合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打起來的機會 不會到很高啦 因為其實6等之後克里斯塔 配貪肯齊真的太安全了 其實那個安全到 你完全不會想打殺下落 雖然現在初中表的 那個機會已經沒有很多了 可能大家都選擇別的 可能是鞋子配那個 星界銀河之類的 但現在的話要Gag這個組合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難的 不如把可能Gag前期 雷斯都還比較輕鬆 或者是去壓制上路的卡蜜爾 讓他不要發育得這麼順暢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因為你真的就像剛剛波敏所提到的 下半部你要殺克里斯塔 加上貪肯齊的組合 好像有點不切實際啊 對 而且其實處理不好的話 只要被克里斯塔疊到夠多的矛 其實很有可能被反殺 明明呼喚啊 然後再砸出去 做到控制 一大堆的矛痛苦撕扯 死的可能會是自己的 那看到兩邊的關鍵符文 包含到蝎子還是選擇戴上的掠食者 中路的位置的話 嗯 起風法術的雷茲 這也是現在還是非常常見到的一個組合 喔 不過瑞茲帶上了不死植物喔 因為畢竟在琴法術被削弱之後 他可能要加上自己的打線能力了 所以就直接帶上不死植物 才能有辦法跟卡蜜爾稍微抗衡 其他的幾個位置 哈娜和以色拉的話 都是選擇帶上了 包含到獵力衝擊 左半邊的話 Kawala還是選擇帶上打線 可以再騷擾對方更多的符文 那一開始的站位 還是比較偏上於5點的分散站位 我一開始 Kendy就先吃了Fofo幾下的傷害 對 我還記得這次我會玩那個時候 APEX有提到 你蛇女有兩個騎手 一個是烏卓 一個是多蘭 那多蘭的話會變得比較被動一點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壓對方的蝦數 或把對方中奧之類的 但他應該是有考慮到 因為對面是前期也是蝦子的關係 所以他如果打害兇的話 只要一次被擊殺 兵線被送進去 他的主動權就會完全消失了 不過其實這邊比較特別是GS選擇下開 因為其實比較多職業賽場會選擇讓Jungle上開 因為他覺得AD搶2的話會還蠻重要的 看到一開始的打野路徑的話 鞋子是從紅BUFF開始吃嘛 然後吃完聚會鳥繼續往上面不走 這邊札克的話是先開了聚會鳥 再去吃自己的紅BUFF 對 現在其實套路越來越多 像閃電郎也試過起三郎 然後再來打籃 然後去 然後故意讓補助去拉那個兵線 讓兵線靠過來 然後有辦法進行兩等的第一波 但這一場的話 還是考慮到JT 就是JT下落雙人組可以對方正常起手 對 因為如果在前期的話 蝎子真的入侵到了 札克的野獸 札克是比較難去抵擋對方的一些追擊的 那可能換一些比較特別的 起手方式的話 的確會很難讓FT抓到札克的打野動向 果然 這邊empty 拿完了自己的 把和蝎也搶下以後 先去對方的野區 下了一隻眼睛 看有沒有機會探查到札克的動向 我現在 VOLVO已經壓到塔下去了 現在的話可能 呃 哈娜就要儘快回家 幫他中路補一些眼睛 因為其實 蝎子不是一隻 一定要到六等才能Gang的角色 我們也看過他四等Gang下落 然後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他只要 其實他CG人的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還蠻簡單的 就只要一個技能打到 然後破攻到 其實就可以CG到了 MT 上到四等以後 往上方不走 應該是真知之化 剛剛有探查到這隻眼睛 拔掉以後 不過PK是直接先把Rest血量壓低 往後打殘了一點 我還蠻好奇這場PK會主點哪一招 因為有的人會 想要消血 所以會把W點3等 那有的人會直接點主1 然後一直扣Jungle來 想要打出一些 擊殺 然後讓他可以主動傳送下落去 去Dive之類的 但因為那隻眼睛的官司啊 MT並沒有選擇直接去線路上面 再壓制Rest更多 反而是再回到自己下半部野區 現在的話下半部視野都被J-Team給控住了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機會 不過我比較意外的是 因為J-Team的雙人組是下半部 Jungle是下半部開的關係 所以雙人組是有幫打的 不過現在反而是看到 克里斯塔把線路送進了J-Team的塔下 可能跟坦肯齊有關係啦 因為其實大家覺得 坦肯齊是近戰輔助裡面 比較能poke的角色 因為他那個Q技能其實 那個毒蛇 對,填一填其實也蠻痛的 加上在冰川征服啦 在冰川征服的近戰角色 打線本來就不弱 而且其實在前期的話 克里斯塔跟泡娘的對線組合 也是克里斯塔會比較有優勢的 對 所以在對點上面的話 我想J-Team也會打得比較保守一些喔 下的眼睛 也準確掌握到了札克的動向 PK的話是把冰尖往前推進後 積極跑線 來到中路看有沒有機會 壓制一下4-4 但4-4的話是已經回到塔下 要Record回家了 目前其實兩邊陣容都 還沒到六等啦 所以其實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我就只能等蝎子農到六等 然後可能第二波藍 第二輪野怪出生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 不過畫面一切回來 PK反而是被Rest兇了一波 我感覺換血 喔它看起來是直接主點一技能的 主點一技能其實 我覺得要配合Jungle 會比較好兌現 不然的話你 一直用一技能撞上去其實會比 我覺得換的血也不會到太壯 等於就是要綁定 可能 蝎子的話要頻繁的住在中上半步 哇這邊兇到有被反跳了 直接選擇跳過來 Kendy稍微被緩到了 現在只能交閃線 往左半邊穿 最後會死嗎 一個 雙身毒牙 手殺落在Fofo身上 哇這次的話 稍微調皮了 想要兇一下哈娜的血線 自己反而是被噴到歪頭啊 小壞壞Kendy出大事欸 他直接是 就 這真的是他自己調皮 沒有找不到任何的藉口 幫他講了 而且他可能心裡想說 欸對方的話 剛剛才Record回家 沒那麼快回到線上 蛇女就從旁邊衝出來了 喔沒有 抓到一次機會限格上路 大家現在要殺PK PK再被拉回來 這招呼人數有撞到 再一下普攻就可以收掉 哇 即使彈了一大堆塔 變成獅快 但是有被動沒有關係啊 哈娜再度站起 PK在這邊直接倒下 其實如果他用閃線 躲掉那個壯陽的回撞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機會活下來的 對 但他可能是想用大絕 然後硬換這個RES看看 只是 就真的換不掉 因為畢竟扛他是哈娜 所以我覺得他是 他如果第一時間 掉到那個閃線 躲掉那個R2的話 我就是有可能 活下來的 哇那反而是人頭在這個位子 卡蜜兒先被 哈娜和Rest一起帶走的一顆人頭 欸不過其實 剛剛Empty 不是在掩護那個雷茲撤退嗎 所以他應該是有看到 扎克這樣大搖大擺的走進藍區 我想說他怎麼不掩護一下PK上 主要的話還是上半部的視野 從小地圖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Dress沒辦法 佈置更多CoverPK的眼位 對不過剛剛其實就是 我記得Candy是直接死在Empty旁邊的 所以Empty應該是可以得知 扎克會繼續往上塔殺的情報 想說那個時候如果過去Cover一下的話 其實應該是有辦法 至少是趕走扎克啦 不過其實剛剛的追擊的話 Fofo也已經把自己的閃線交掉了 所以現在的話會是GX鞋子 做事的一個好機會 看一下扣著閃線的鞋子有沒有機會 閃綁一波Fofo 然後把他拉回來邊喔 畢竟進化是不能解鮮大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蠻好的嘗試的機會 可以看到HANA已經在後面蹲點了喔 慢慢的摸進草藏面好像沒有發覺到 這邊直接跳起來 Stitch還是被雄雄雄雄給拉到了 一起拉回來 這邊隱形的話是流出了Cowala Cowala現在的話白盾還沒開 現在開了 還可以 血線維持在這個位置 再把他拉回來 被吃掉了 他現在是沒有被動喔 他現在是沒有被動喔 他拉回來 哇 可是 應該還是被點燃加上一些傷害的Ticker 直接給放倒了 而且 HANA沒有倒下 哇 我覺得這一波有一點可惜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們要換掉扎克這個想法是好的 畢竟其實Cowala吃了非常非常多傷害 只是 Stitch治癒沒按耶 所以他治癒沒有按到 我想說按治癒的話 應該是可以再幫Cowala多爭取一點時間 MT現在趕快要過來Cover下路的塔 但直接被小V也是打最保險的那一種 對 因為他知道對方是有大局的啦 所以他不想要做任何的賭注 這個毀滅射擊把人給轟掉以後 繼續在線路上面可以安穩的農著冰 哇 一開局的話 JT這場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具侵略性喔 目前是一個0比3的人投訴差距 對 開賽前就有提到 其實JRICE這場真的要做一些防守性的眼位 來預防扎克的隨意跑線 他主要能 他能這樣亂跑 是因為蛇女會怕會怕 雷茲前幾期沒有辦法去跟著蛇女跑線 不然的話他很容易被蛇女單殺 除了一開始的那個Candy自己送掉一顆頭以外 對對對 其實後面的兩波進攻不管在上路還是下路的話 都是HANA一個非常漂亮的發起 然後也順利的有拿到人頭喔 目前其他參加率是來到100%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兩波都有人頭的進場 JRICE也是有一些操作上的似乎 像PK那一波沒有叫閃現 那Steech沒有交治癒 對 那看起來配合的話可能還有在 就是有在修正 對 因為其實他如果交治癒的話 不管華拉最後選擇是直接炸出去 跟對方換還是怎麼樣 他都一定不會死 結果如果他是直接往後撤的話 他是絕對不會死 不過看起來以色拉有掛點燃在上面啦 剛剛沒有看清楚點燃的時間 到底過了沒 他可能是想要扣在點燃結束之後 再幫他補血 這樣的話可能會補比較 就是會補比較多一點啦 可能扣不到那個時候他就死了 現在的話 3比0的人頭數差距 哈奶越打越主動 直接入侵到對方的野區 掌握到了Amity的洞上 哇 這邊不只蛇女 連聖也靠得非常非常快 可以看到從前面三四擊殺來說 其實眼位 GRACE都會被內鎖 所以其實這邊 聖要跑線 蛇女要跑線 絕對都會比對方的陷路英雄還快 慢慢步 RACE的現在是可以一直不斷的兇PK啦 咦? 這個鋼鐵勾射 巴當 他以為是指向劑有沒有 想要直接點在RACE的身上 哎呀 我忘記了 要點牆壁啊 他把那個動力裝置 直接插進去二的身體裡面嗎 感覺是很痛啦 不過 英雄靈母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設計 對 喔 再度跳了出來 HANA現在的目標 放在地區身上 地區趕快 吃到了 KORANA的肚子裡面 但是被載到一個更差的地方 TP過來支援KENDY也來了 不要放在身上 小P形象很殘 剩下一下苦弓 但是沒有死 小P還活著 反而是前線Empty 直接再被跳死了 哇 一個HANA的人頭 換掉了對方兩顆頭 而且再留下KENDY KENDY能不能活下來 還是那還有個閃線 最後的話是選擇交閃線 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只能說Pofo的跑線意識很到位 因為可以看到 雷茲是傳送過來的 這一邊Pofo 走過來跟雷茲傳送過來的時間 真的沒有差多少 他剛好即時趕到來打這個會戰 所以他那個W是讓鞋子 沒有辦法接近Carry away 先來看這一波 塔下的話還要來強殺看看PK腳閃 但是Race的一個跟閃 帶走的是PK的人頭 哇 上路是一個SOLO kill 我只能說 延續剛剛那個話題 Pofo真的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他那個雷茲到了沒多久 可以看到其實這邊 他已經在跑線了 對 雷茲在續起的時候 他已經在往下衝了 所以雷茲傳過來不久的時候 其實蛇女就倒了 兩邊裝路抵達時間差不多 甚至蛇女噴的那個W 是讓他沒有辦法 讓鞋子沒有辦法輕易的接近到Carry away身上的 他只能被迫拖了一個雷茲 我覺得這個蛇女表現真的非常非常好 尤其他打的傷害非常的巨量 然後再來是這個以色拉的嘲諷 時機點非常恰當 是直接斷掉了KENDY的大結 逼他一定要交出一個神線 哇 而且小V的話這邊也要誇獎 他交閃的時機點也很好啊 他即使先被KENDY給留住了 但是他是看到Empty衝過來的瞬間 Empty交閃 他跟著交閃 才讓Empty後來的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拉 只能勉強拉個雷茲 我還是覺得這一場能夠 這一天能夠對方打拼 也沒有打拼 就二換一的關鍵真的是蛇女 不然的話 你正常如果是ZoroQ的話 中路可能還在吃拼還在幹嘛的 正常有蛇女 那個雷茲蓄 他就往下衝了 我覺得這個配合太漂亮了 而且我們看到FOFO他出了裝備 他已經先把水銀絲帶給拿出來 他現在也不怕鞋子了 他甚至雷茲W他 他也是能直接解掉往前衝 繼續咬 他可能會先按進化啦 就是把水銀丟下來 防止鞋子的第二波動作 哇FOFO現在201的戰績 而且包含到HANA的表現也是非常好 2 1 3 我覺得HANA真的也是越在LS越打越順手了啦 蠻期待像考特講的 未來可以拿出像李欣阿卡莉絲 我覺得他最拿手應該是進爪吧 比較像是AD的Jungle角色 不過李欣的話 現在沒有綠跳 怎麼辦阿 8點4 不是綠跳沒有那個綠打野刀 怎麼辦呢 我覺得他也是一大苦主啦 就是 真的是苦主耶 但其實我真的比較喜歡這樣的改動 因為以往 有綠跳的 大家每個職業賽場的Jungle都出綠跳 綠打野刀 綠打野刀 到處都是岩 所以可以看到兩邊都打不起來 現在變成 綁定藍打野刀跟紅打野刀的話 我覺得會戰會打得比較多 對等於好像變成野區的話 會更容易發生碰撞 那可能也因此遊戲的節奏會加快蠻多的 我覺得會逼得大家都會出一些偏前期的角色 像好久不見的伊莉絲說不定就會回來了 也期待後續8點4的一些版本 整個賽場會有什麼樣的變動 加上AP道具 對 AP的道具真的差蠻多的 還我黑魔禁書 他還在啦 他只是變了樣 還我那個以前可以回魔的黑魔禁書 20%CD有的沒的 但現在的話 我覺得選手都要快速適應一下 因為其實 真的差蠻多的 我覺得8點4真的差很多 蠻試血的 那看到了現在遊戲時間進行到了14分鐘 經濟差距 J team領先了3000塊錢 而且下路的守塔也已經成功拔掉了 這個眼睛是沒有照出哈拿的位置 不過蠍子也是果斷漏頭的 沒有跟你演的 直接防守下路線來守這個塔 對 因為其實 上半部的話 從剛剛PK已經死亡兩次 也讓Rest已經點掉 上路的外塔很多很多的血量 如果沒有先過來cover 可能會直接被 再被點掉更多 對 其實現在 因為前面那個幾波會戰的關係 可以看到其實J team想要做對方 這打得好兇喔 這打得好兇喔 這太兇了吧 這打得非常非常兇 因為其實剛剛看到 雜克跟蛇女是在你家野區裡面親眼睛 所以你真的兇過頭的話 他們只要往上來加的話 好狂喔 你是有一點危險 不過他是藏著自己的輔助是Koala 所以才會有 才可以有這樣兇的本錢 對 而且慢慢的上半部 Rest的視野已經有建立起來了 你看 現在趁著 綠打野刀還在 兩邊都出了對不對 珍惜綠打野刀 幾乎沒有看到哪一個比賽是出 什麼紅藍打野刀 我記得看好像有一場卡莉是出 就是紅重擊了 真的很少啊 就是 那完全是來虐菜滾雪球的 我知道Levi是比較不會出 綠打野刀的人啦 不過他是一個特例 那看到現在的話 等於如果之後變成紅藍打野刀的話 哇 不知道這些 各種類型的英雄 會怎麼樣去做選擇 也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 輔助位也會收到限制 因為唯一能放眼的剩下輔助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 跑線流的輔助可能會崛起 可能輔助的重要性 又會再提高一個檔次了 對 因為畢竟 大家都說不移臉動不移臉動 其實以前本來就只有輔助在放肆以來 就以前沒有吃後皮手這個東西的時候 理性還會去買眼吃 那個時候 比較像是之後8點4的板凍 那看到現在的話 火龍 JT目前掌握一條 下一次的要發生碰撞的話 可能也要看一下兩邊打野 怎麼樣去做一些進攻目標的選擇了 但Empty目前抓中路 可能不是一個好選擇的話 看要去哪條線路打呢 因為PK的裝備也還沒起來 他現在如果去抓下路的2的話 也很難殺啊 對 畢竟還是要等到卡密爾至少有一個 真的 最少最少也要有三項啦 不然的話現在 那個2也已經出寒冰霸群了 我覺得單挑上 2是比較會贏的 哇這邊隱形的話 Stitch是靠著自己的被動 往左邊微微一跳 就扭開來了 哇我還記得 最近的話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克里斯塔還是 打卡的這個 跳來跳去啊 直接跳到對方裡面 然後我竟然是中路 命運互換 直接收進來 強迫開戰 對這場的話 看一下Stitch 他的克里斯塔 發揮如何 因為目前看起來 唯一發育還算良好的 真的只有克里斯塔 一個人而已 呃 PK的話是 第一波沒有暗閃線 第二波被單殺掉 所以真的發育沒有在狀況內 那雷克的話 是受到蛇女的限制 他就算穩穩的發育 集體上千奇還是會輸蛇女 對我覺得中路是目前 各條線路差距最大的一環啊 就CS數也落後 然後人頭 就戰計的話也是差很多 一個20一個011 那PK的話 雖然他是 沒有任何人頭的 來看一下這一波 直接跳上去 有跳到喔 就是一個閃吞 兩邊一起拉回來 但是Empty也過來 支援的情況下 選擇往後拉退 而且還HANA的血量有一點 在HANA已經沒有 其他位移技能的情況下 這個追擊 有把HANA血量再壓到 剩下300滴左右 但因為蛇女也往上半步 靠的關係啊 JS還是選擇往後撤退 對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 HANA的位置已經很差了 所以他被 他逼迫一定要用大絕 拉一下自己的位置 不過其實 你其實沒有放棄這個機會 就直接隱落西上去 往前跳 不過他們也是有注意到 FORFOR的蛇女 已經算是 算是非常靠近了 所以就是 整隊往後拉掉 對 中路的雷姿也是有給予到情報啊 我想FORFOR這麼提早跑的話 也是因為對方Candy 就是有帶著 那個TP的 對 這個也是他必須要考量到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的話 在上路的那次嘗試 沒有成功以後 看一下HANA接下來的 跑線組合 可以看到這場比賽 HANA真的打得很具侵略性 因為以往他其實選出神像十萬年 甚至是玩家務文 他也是打得比較被動 或是比較偏反開一點 但現在的話 因為他前期 拿到的風向跟人頭夠多 所以他可以主動在裡面親野 我覺得他可能要找時間帶御使者 就是直接把 FORFOR清完一波病之後 可以主動地扣御使者 因為他們現在打會 就主動發起會戰的話 我相信是比較容易贏的 哇 而且Stitch的話 血量 不太妙啊 所以HANA他也是直接 哇 要繼續去壓制對方的位置 那把人給逼退以後 這座上路的外躺 可以穩穩收入口袋 沒有問題喔 因為看起來小V的大絕是在轉的啦 所以 喔喔喔喔這一波 R被拉了回來 不過一個半天作戰 而且側邊神秘也過來囉 大絕 直接蓋在御使者身上 要先把御使者給收掉 帶走的這顆人頭 欸 不過 R怎麼會在這個位置被抓 他可能是想要 因為下路線已經帶得非常非常遠了啦 所以他想要來中路 看能不能撞個羊啊 殺個蕾茲之類的 不過 就是在轉線的過程中 被對方的視野抓到 直接強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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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部我們可以看到小地圖 視野步得非常足 在對方藍BUB區域的話總共瞎了四隻眼睛 所以在吃那個浴室的頭是非常安心的 剛才可以看到其實C級會殘血也是因為 炮娘他直接用可能普攻擊 又掛1技能普攻擊下加R技能 把他爆發一套 其實這個套路在後期 我覺得在8.4也會被削弱 就是炮娘的R技能前期變得比較 時間冷卻比較久一點 沒有辦法這樣平反的隨便拿去 打一套 幾個大型地圖物件全部都是由J team掌握起來的 加上這條小龍的話已經 兩條小龍加上剛剛的浴室者 是在時間到點的最後一刻吃掉了 但是我也覺得那是J team拿到這個優勢 必須要做的事情 不然的話剛剛其實HANA已經有點 呃... 花到很多很多的時間在cover上路了 因為其實史迪卡打得非常兇 所以C級4-4有事沒事就會往上靠一下 往上靠一下 現在對J team來講的話可能最大的隱憂就是落在了克里斯塔身上 對...因為他現在其實... 好兇喔 克里斯塔還是一個前期蠻強勢的英雄啦 他最大的缺點還是他大後期 手不夠長的關係 所以他跟敵方對點不會吃到什麼甜頭 不過前中期 不管是對點還是巴龍 他都非常的有優勢 對...重點是他現在的發育又是非常非常好的 200的戰績 而且... 即使他就是... 不斷的被對方的HANA過來亂啊 有沒有...又跳啊 下路步還是上路都被跳過 但他的話CS數是壓制著小V的 來看一下中路這一波 在空虛守衛上面 選擇還是跳了 居然呼喚 把Stitch... 把人... 蝦拉回來 然後再用蝦拉 把Stitch吃到肚子裡面 往後拉退 那這一拉退的話 中路的外塔直接硬生掉落 雖然說這一個拯救很無解 但其實他也會浪費你蠻多時間的 他是直接強迫你把這兩個大絕用掉 然後就是要硬拔那個重點塔 而且現在兩個大絕沒囉 等一下如果再來一次 你就沒有這些招式可以保命了 其實是一個大絕啦 剛剛是直接用那個... 就是... AD一個人的大絕 然後加三個直接推 就化錢掉了 而且在召喚了 預示者連同中路的2塔 也一起拔掉了 現在塔數來到了4比0的 絕對性的領先 其實默默的卡蜜爾 也把裝備稍微補起來了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2不會再推到那麼深了 前幾多2都是把他推到 幾乎快接近下2塔的那個兵線裡面 現在卡蜜爾至少可以在... 可以看到他現在recall這個位置 跟2打一個抗橫的兵線 讓2沒辦法這樣到處的 就是推到那麼深 然後去兵線那邊撞哈大絕 對,其實這也是預期得到的事情 就是隨著時間慢慢往後拖的話 邊線的卡蜜爾 主宰能力會越來越強 現在反而是2一個人 就是歸在下一塔 等等卡蜜爾的兵線送起來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是Jeris才想要看到的 下一條... 我看... 左上角是火龍 下一條火龍就會變成 Jeris必須要拿下來的一個對象 來看一下現在 領先4500塊錢的J-Team 在中路2塔也拔掉以後地區 面向的話是可以直接開通了 但就要看一下他們的飾演 能不能真的不足進去喔 因為接下來的話 這個時間也要開這些巴龍啊 或是再去拿一些其他的塔的話 風險性都還蠻高的 喔,不過這場Candy出的裝 比較是屬於傷害面向的 因為我們前面看過 歐仙海隊的這一波 哇,抓到了哈娜 上前的話硬是打了一套 痛苦失扯 扯掉了哈娜 1分之1的血 但哈娜選擇要開戰喔 跳了進去 直接開大絕 而且有載到人啊 哇,Steach直接先被秒掉了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失誤 哇,這是一個失誤喔 那就變成你只能大塊躲魚自己的蝎子了 那AD一倒 全隊最肥的人一倒 現在巴龍怎麼守 哇,這個 除了失誤沒有話講耶 這是一個 他是自己走進去 然後被人家給載走耶 他可能是想要 剛剛看起來 但是我覺得命運互換 先看一下這一波 剛剛是想要大絕嚇對方 3000D,2000D 選擇還是進場 硬打一套了 這是最底面的地方 PK直接吃到對方 一大對手 KORLA,FORFOR,大殺特殺先帶走卡蜜爾 小肚子裡面Empty 可以撤退 但是KORLA就沒這麼幸運了 KORLA在這邊被二兒給帶走 還要繼續追擊 一槍 帶走Empty 哇,損失掉AD以後 再連倒了三名成員 現在這條巴龍更沒有任何機會來爭奪了 對,我覺得J Team真的很聰明 剛剛那一波 雖然 雖然看起來是史迪奇的大失誤 沒有錯 但是他們發起的時間點非常的正確 就算剛剛那一波沒有殺到史迪奇 他一樣是可以逼出他的命運呼喚 然後再找突破口去 可能做更深的眼位之類的 這波太神秘了 他往前跳了一步耶 他剛剛在扎克按大絕的時候 他不小心往前跳了一步 然後就直接被 就直接踩進去那個大絕裡面 被帶走了 其實第一時間我覺得HANA已經 他並沒有操作得太好 因為他的那個 向盜飛拳沒有打出來 還是直接跳進去要直接開大絕 我想說 這應該沒有人會被載上了吧 會不會想到 扛一個克里斯拉就這樣被帶走了 對 因為看起來他開大那個位置 只有KORALA會被踩到 可是KORALA會因為命運呼喚 所以也躲過那次的死結 但誰也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竟然是史迪奇自己本人踩進去 然後被帶走 然後直接死在裡面 哇 這一次AD的陣亡 我想會變成這場比賽非常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點喔 我這不用說了 這剛剛那個 對 就是一個 真的無話可說 就是史迪奇應該是 無話可說 如果真的以職業熊來講的話 這可能是真的他職場生涯的一個大敗筆之類的 就是 這個失誤真的有點太大了 哇 也因為這次的人頭掉落 那巴龍也已經送給了對方 經濟一口氣拉開來到9000 已經慢慢的要往1萬邁進了 對 那第二波的話其實也 第二波他們進去也沒有辦法啦 因為蛇女吃巴龍太快了 然後其實札克康巴龍又不會掉什麼血線 所以他們被... 喔 這好痛喔 史迪奇快快死了耶 喔 再度哈娜 姿勢準備好 跳進去 欸 一進去的話馬上先被往後拉 那香蕉飛拳先拉了兩個人 再用大絕法現在個最差的地方 現在的傷害 這一艇太高了 好撞卡蜜兒 卡蜜兒也只能交閃往上彎不走 但是快倒了 這次閃線再繼續追擊 但鋼鐵勾射的機動能力還是有的 欸 不過這位反而下鑰匙 反而是以色拉有點太深了啦 在對方的主堡塔前面倒下 但沒有關係 對這艇來講影響不大 現在的話 下路的水晶秘移 直接帶走 一路貫通 這場哈娜真的打得非常非常好耶 所以他其實都知道他只要開一個 就是只要往前跳 抓誰都行 抓蜘蛛也可以 抓蝦子也可以 抓那個失誤的史迪奇也不錯 應該說也太自賺了吧 沒有史迪奇是自己送上門的 你知道嗎 他沒有抓 對 那我覺得他其實都知道 開戰的實力點是什麼 然後他們開這個戰 就算只拿到一個人頭 他們也可以拿到更多的地圖物件 或者是甚至更多的視野也可以 那現在被貫通 而且巴龍還有大概50秒鐘 看一下這波時間 可能要再推到塔的話 他沒有優勢啦 還是可以推塔 但是可能沒辦法再靠著巴龍 再做更多事了 30秒 後續這一team的集結 是落在了中路的位置 最後的30秒鐘 看有沒有機會再摸一下中路的高地塔 我覺得目前面臨到一個問題是 G-Race的手都太短了 每一個人手都太短了 每一個人手都太短了 所以他們面臨到清兵也很困難 然後札克只要一深蹲 他們其實就不太敢往前去 把所有的兵都清掉 只要在下一波巴龍壓 其實他們可以壓上2塔 對 現在上2塔還在 他們其實可以轉過去壓上2塔 然後再慢慢的配合2 只要2跟札克擋在前面的話 其實他們是比較難利用他們的 他們手太短了 看整體的線路配置的話 應該是G-Race直接選擇放掉 這個上路的2塔 那上路的2塔拔掉以後 但還沒有人過來嗎 那你的上路的高地塔 可能也會再被摸一些血量喔 不過剛好巴龍的BUFF消失了啦 所以現在兵電的比較好輕一點 哇 結果Stitch來不及過來 這個上路的高地塔要直接被點掉 點掉以後選擇跳進去 前面Stitch不能活下來 吃到肚子裡面 可以活下來沒有問題 HANA被拖進了溫泉裡面 變成屍塊 這邊倒下 對 這一波就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一波其實他們可以穩穩的拿掉病 但他們想要 想要Amp Game啊 對 想要Amp Game 就是他們那一波真的有跳到AD的話 是說不定真的可以把優勢解除掉 但... 就打得比較激進一點啦 畢竟就打開來了嘛 對 但優勢還是...太巨大啦 現在的話是下路跟上路 兩條線路直接貫通 而且經濟差距正式來到超過一萬塊錢的量 畢竟現在看...現在看這一波 這一波是在塔掉的那一瞬間 真的跳太關鍵了 這波是在塔掉的那一瞬間 札克的跳跟...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配合非常漂亮 兩邊的前排同時限制兩邊的陣型 札克是直接跳右邊的三個人 二的羊直接撞兩... 呃...左邊的兩個人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G-Race的會戰... 位置就是... 就是打得非常非常散的 哇 其實蠻可惜啦 對HANA來講 就是他如果有跳到 橡膠飛拳 橡膠飛拳有密中 只要一招有中的話 對 看起來Stitch是會倒的 對 但Stitch的話還是... 呃... 就... 很沉著啦 靠著自己的被動 躲掉這個橡膠飛拳 但也要提一下HANA第一個跳就已經... 嗯... 非常漂亮了啦 直接跳到三個人身上 然後雙刃組是利用大絕加TUN的... 呃...COMBO效果 躲掉那些死結 對 他那個跳的話真的跳得非常好 我看到是PK倒下的瞬間 所有這隊的人都是滿血的 對 剩下中路的這個...高地還沒有推開來 上路和下路小兵不斷湧入 這個中路的高地打好像有點難防 直接大絕把剩給拉回來 剩在這邊直接先被秒掉了 這一波... 還滿漂亮的喔 其實直接又抓到一個位置的... 稍微屈前的剩 直接把他拖進來殺掉 那其實他... 其實老實說這隊的手也沒有算很長 就只有泡鳥一個人比較長而已 所以剛剛蛇女也不能... 往前去打輸出 不然的話其實自己的位置也滿危險的 對...這波算是打得非常果斷喔 直接抓你們一個輔助 先帶走一個人再說 但也要擔心其實... 這一波Empty也沒大絕了 所以其實兩邊都不敢打得太著急 主要是J-Team在等巴龍復活啊 還有40秒鐘 這段期間的話 的確也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乾脆繼續給中路一些壓力比較好 就要看這一波兵線了啦 就是這一波兵線是J-Team 在巴龍出生前 最後一波可以推進... 推送進去的兵線 看可會藉由泡鳥手長 點...掉這個兵... 呃...兵營塔 小兵又尻過來了 這個...中路的高地攻防戰 在幾下普攻其實就可以點掉了 有機會要因為... 哇 直接點掉了 其實蝎子沒有大絕之後 碰鳥就很敢點了 但其實看起來蝎子的大絕快要轉好了 而且巴龍10秒後即將重生 J-Team幾乎是... 沒辦法走出家...家門一步的啊 整個藍buff區域也沒有任何視野 只有在河道那邊有一個空域守衛而已 現在蛇女吃巴龍輸太快了 以J-Team的英雄位置來說 我覺得是來不太及的 對 這應該沒辦法搶了啦 J-Team成功掌握到了... 本場比賽 再一條的巴龍 現在只要... 因為...上路有超級小兵的壓力 中下路的話 藉由巴龍buff加上2的分推 我相信是可以... 呃...因為中路也沒有兵營塔了嘛 所以其實就直接裸露的配合超級小兵 把他點掉就好了 對 也因為在前期J-Team就已經炸裂成這樣了 讓卡蜜爾沒有什麼用武之地啊 現在靠著巴龍buff加持一大堆人 靠在一起想要拔掉中路的水晶兵營 J-Team在祈求一個機會 Candy叫閃線有躲掉了 但是小兵直接往前繼續跳 想要繼續帶走人啊 這一撞 又撞到人 全部收光光 克里斯堂倒了 泰卡吉倒了 剩下雷茲一個人 雷茲逆眼的Ace 打出一波Ace J-Team 哇 靈幻舞 剛剛其實PK有一個失誤 是他剛剛用了一個 上秋天使的E技能 就是他進去然後出來 然後他想要... 其實他想要分散注意力啦 因為他知道 這一波團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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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